朱卫华的积极的态度 让熊书记心中一时有些疑惑 他一时间还看不清楚这里面的内幕 但是既然原来坚定的反对者 现在都成了支持者 那不更是一个好事吗 作为一个地委书记来说 在常委会上对众位常委的驾驭能力 往往就体现出这个人的政治智慧 好了 既然同志们都不再发言了 我看常委会就直接投票表决吧 同意穆国新同志加入地委常委会的请举手 熊书记的话刚落 会场上所有的常委都齐刷刷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好 对穆国新同志参加地委常委的提议 全票通过 会后由秘书长同志 整理成文件 速报省委 至此为止 穆国新进入地委常委的事 已经是尘埃落定 一般来说 对地委常委会提名一个县委书记 进入常委会 那普遍都会得到省委的批准 穆国新呢 也由此成了整个宁北省最年轻的地委常委 正式跨入了副厅级的行列 实现了多少人要奉斗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梦想 这一年穆国新刚满二十六岁 消息一经传开 在宁北省的官场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和他从京城一起下派下来的几个干部 无不感到震惊和羡慕 常委会开过后的几天里 穆国新办公室的祝贺电话就没有断过 首先是地委组织部长白天野 这个小老头在电话里风趣的对穆国新说 哈哈 你这个小国新啊 我还真没想到 你二十六岁就当场副厅级干部了 好家伙 现在都和我平起平坐了 你知道我二十六岁干什么的吗 我才是个副乡长啊 哈哈哈哈 不过我也告诉你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可千万不能骄傲 你还有一年的时间 应该怎么做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好了 你现在肯定很忙 想为你庆贺的马屁精啊 估计也不少 我送你八个字 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 穆国新在电话里 听着这个正直而又风趣的小老头的话 不由得微笑起来 这个组织部长可真是火眼睛睛 别人怎么想的 他好像能钻到人家心里看过似的 是啊 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啊 这的确是金玉良言 刚放下白部长的电话 电话又响了起来 穆国新无奈地笑着拿起了电话 电话里响起了一个熟悉的 河西省的口音 喂 是穆国新吗 好小子 这一年不见你又升官了啊 本来还以为你只比我高半级 我这辈子还有希望 没想到这一年里 你鼓刀出这么多政绩来啊 你让我不佩服都不行啊 你是堂哥吧 我一听就听出你的声音了 你现在还好吗 这一年我们也没联系过一次 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呀 可比不上你 到了渭南地区 把我安排在地区的财政局 当了一个副局长 整天混湿混合 大事不让我干 小事还不想干 你可别说啊 我来到这还真办成了个大事 过几天 你到省里一定给我打个电话 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你小子在飞机上 不就想问问我的家庭情况吗 话里话外的 以为我听不出来啊 等咱们到省城相聚的时候 我好好给你念叨念叨 慕国星边听电话边响 这个唐剑 怎么看都是个比较内向的人 这来到宁北才一年多的时间 怎么性格就变了呢 慕国星担任地委常委的消息 在宝和县传开之后 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 有的说 慕书记工作能力强 早就该提拔了 也有的说 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副厅级干部 那肯定是家庭有背景 这些消息越传越广 最后就传到了县委办公室主任 孙淑婷的耳朵里 县委办公室主任孙淑婷 一边帮慕国星收拾着桌上的文件 一边对慕国星说 慕书记 你这次升任地委常委会 全县都传开了 都传什么消息啊 慕国星笑眯眯地放下了手里的文件 舒服地靠在椅子背上 孙淑婷拿过慕国星的杯子 给它添上了开水 笑着说道 也没说什么别的 就是有些人说 你这么年轻 当上了副厅级干部 你肯定是有背景的 哦 你这个孙主任呢 你还想和我打马虎眼 不光是他们有这个传言吧 就是你 恐怕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吧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慕书记 您可千万别扯上我呀 我对领导的事 是一不打听 二不外传 我这都跟您一年多了 您对我还不了解吗 正是因为我对你了解 所以我才让你跟我这么久 前几天地委组织部长 白部长还向我打听过你 怎么样 想不想到别的县里 去为群众做点实事 木书记 我不想离开你 我觉得跟着你身边工作 心里特别舒畅 再说咱们宝和县各项工作 刚刚有了起色 您这个时候赶我走 别人怎么说我呀 慕国兴心想 孙淑婷说的这些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 宝和县现在的经济 刚刚驶向了快车道 眼看着就要腾飞了 这个时候 把自己的一个大管家 送到其他的一个贫困县去 也难免 别人会有一些闲话 你困难的时候 让人家跟你一起打拼 刚刚日子好过了点 又把人家赶走了 这确实是不合适 可是又一想 这孙淑婷这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老是把人家放在自己身边 也影响人家的进步啊 淑婷同志 说实话 我也不想让你离开我呀 毕竟 咱们在这一年多的工作中 合作的是很不错的 可是 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要回京城了 我总不能耽误你的进步啊 宝和县目前这种状况 你应该很清楚 即便是我走了 想来摘桃子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呢 趁现在我在这里这个机会 你到外县去当一个县长 主抓一个县的经济工作 你有什么困难 我还可以帮你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一个地位常委嘛 孙淑婷现在心里是 一阵阵的激动 县长啊 那可是正处级啊 那就意味着 自己在仕途上又进了一步 这也是多少人 梦寐以求奋斗终身的事啊 自己在穆书记 刚调过来的时候 就恰定决心跟着他 看来这步路 自己是走对了 孙淑婷想在这 诚恳地对穆国兴说 穆书记 谢谢你 我这一生都将永远追随着你 哎 书庭同志啊 你这么说话 我可就要批评你了 我们都是党的干部 你只要一心一意 为人民去做实事 做好事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都会支持你的 穆国兴这番话 清楚地表达了一个意思 你想投靠我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必须是一个心里头 有老百姓的人 自己现在已经是副厅级的干部了 也应该适当地建立了一下 自己小小的班底 也许十年 二十年 或者更长时间以后 说不定什么时候 他就是自己的一个好帮手啊 书庭同志 刚才我们这些谈话呢 只是我们作为朋友之间的交谈 在组织部没有正式的文件下达之前 任何人都不能说 对了 还有一个事情我要问问你 纪委李书记的伤势怎么样了 我前几天去看过他 这几天一直忙也没有空 你有时间就带我去多看他几次 向他表示一下我的歉意 莫书记 李书记前天下午就出院了 出院手续也是我亲自去办的 哦 那就好 那就好啊 孙主任 我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别的安排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去看看李书记 我看看啊 今天晚上您倒没有别的什么其他安排 不过就是县一中那个校长来过几次 想要找你汇报工作 我见你很忙就没同意 一中的校长 他汇报工作应该去找教育局啊 来我这汇报工作 是不是不太合规矩啊 是啊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可是他说教育局对他这个事啊 做不了主 必须得找您 穆国星想了想 就明白了 哦 可能是自己在学校的校舍被压塌那件事中 临时任命了一个代理校长 估计这两个人是为了争权夺利 闹得不可开交 教育局处理不了 这才推到我这来了 那好吧 你安排个时间 我明天见见这个校长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非得找我 好了 也要下班了 我要去看看没民书记 穆国星来到街上 从一家新开的小超市里 买了一些营养品 一个人提着向李维民家走去 来到李维民家敲门之后 李维民的孙女李小玉 给穆国星开了房门 走进客厅看 李维民正在和李青山的女儿李珊珊 吓着跳棋 一老一少倒也其乐融融 哟 爷儿俩这是吓跳棋呢 李维民正在聚精会神的研究下一步棋 忽听有人说话 抬头一看正是穆国星 他笑眯眯地站在那 手里还踢着一个大袋子 哟 是穆书记来了 你看这大冷的天 还让你亲自跑一趟 李维民边说 边接过了穆国星手里的东西 让他坐在沙发上 李珊珊和李小玉 看到穆书记来了 都清脆地叫了一声 书记叔叔你好 然后两个小丫头 收拾好桌子上的跳棋 就回了房间 李维民一边笑着一边说 听到没有 你这个书记叔叔啊 在现役中叫的可是非常响亮 人尽皆知啊 接过李维民老伴递过来的茶 穆国星风趣地说 维民书记啊 你出院的那天呢 正好赶上我下乡 我没去接你 实在对不住了 今天我是登门赔罪来了 千万莫怪 莫怪啊 书记大人大驾光临 彭壁生辉 下官不胜荣幸啊 老婆子 快多炒几个菜 我要和穆书记好好地喝一杯 这个还用你说呀 早准备好了 李维民的老伴在厨房里笑呵呵地回答 穆国星和李维民两个人是边吃边聊 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把话题说到了县衣中上面 李珊珊和李小玉两个小丫头 见到两个人说到衣中 就凑到前面 唧唧喳喳 伶牙利齿地把今天衣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穆国星和李维民这才了解了事实的原因 原来啊 县衣中的学生宿舍被大雪压塌之后 并且砸伤了一个学生 当时的皇副校长在向他们的校长电话汇报之后 那个校长仍然在地区为自己的儿子操办着婚事 对学校发生的事漠然视之 急切当中 穆国星呢就指定了一个代理校长 也就是这个皇副校长 代理校长的职务对付当时的危机 这个皇副校长呢 早就垂涎校长这个宝座 一得到这个机会哪能放弃啊 于是乎就使出了浑身解数 不仅拼命地工作 而且还召开了几次教职工的会议 开除了原来校长安排在那个学生食堂的黑心厨子 又从经费里给学生食堂进行了适当的补助 要求每一粒米 每一滴油都必须吃在学生的嘴里 严禁人到学生食堂乱吃乱拿 一时间到获得了老师学生的一致好评 那个学生食堂的黑心厨子呀 哎 是校长的老婆家的亲侄儿 他马上把这些情况向自己的姑父做了汇报 那个校长听后也不以为然 体体面面地办好了儿子的婚事 这才慢慢悠悠地从地区回到了学校 校长回到学校后发现 自己从学生手里以维修教室的名义 收敛来的几十万元 被皇副校长还给了学生 学校食堂里的人也都换了一茬 自己刚刚装修好的校长办公室 也被纠占雀巢 就连自己签字的费用报销会计 也说必须有皇校长的同意 这一切的一切 使这个校长感到现衣中变天了 自己被谋权篡位了 他蹊跷之火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发现 他想到造成这一切事故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皇副校长 他再也顾不得往日温文尔雅的形象 冲到校长室 一脚踹开了自己原来办公室的门 就闯了进去 这个皇副校长 正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 非常舒服地和总务主任在商量的事 总务主任看到原校长回来了 大事不妙 把腿就溜出去了 学校的老师就只听到校长办公室里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半个小时之后 脸色铁青的校长从校长室办公室走了出来 他刚想去坐车到教育局告状 却被司机告知 要是也被总务主任收走了 这个原校长这才死气败烈的 要见穆国新 话说穆国新刚刚处理完拿来的一大堆文件 惬意地靠在椅子背上闭着眼睛 思考着昨天晚上电话里 李青山和他的通话 这一阵子发生了太多的事啊 确实需要好好地捋一捋思路 第一位常委会上的情形 穆国新早就知道了 这一年头 官场上所谓的保密早就成了一纸空文 一个常委会上研究的问题 不出一个小时 就会被传遍整个所涉及范围的官场 这就是如今官场上的无奈和奇怪 地位常委会上对何进学的处理结果 穆国新从心理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一个堂堂的地位副书记 被停职检查 这本身就说明了 以专员朱卫华所代表的地位行属派 在地位常委会上受到了重击 有可能重新恢复低调 以雄自强为代表的地位派呢 在取得了这次胜利之后 今后在常委会上必定会更加强势 派系的斗争 在官场上自古以来就是根深蒂固 那么自己属于哪一派呢 穆国新笑了 管你什么地位派 行属派 我穆国新就是穆国新 什么派都不是 今后谁的提议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就支持谁 我是人民派 嗯 对 我就叫人民派